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东南亚的边界渐渐凝固了,然后又转移到安哥拉、非洲。最后,全世界的边界都凝固了以后,这时候共产主义要自己吃自己,就自己把自己吃垮了。 边界的凝固就是共产主义失败的开始。共产主义统战是依靠边界模糊地区展开的,但是统战的机制本身就会迫使原先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迪沃矛盾,软边界变成硬边界。 没有边界的模糊地带产生出边界,有软边界的地方产生出硬边界。最后,其实这个故事只会更改演员的名字,不会更改剧情。 你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出,台湾会有一部分包括纯正的出生于台湾本土的人,甚至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变成中国台湾省人,甚至也有一部分外省人会规划为台湾人。 但是这些你都遇见不了。比如说,有遭遇的房安突然会变成台湾爱国的,这是有可能的。 蔡英文会像是许新良一样到北京来做政策委员,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事先就可以根据,假如你完全了解双方的投资项目的话,你就可以大企上根据,比如说马林克加拿罕的资本,大企上能够判断出它能够挖出多大的势力范围。 它肯定能够从台湾挖走一小部分,而挖走一小部分的代价就是,这一小部分和留下的大多数之间由人民内部矛盾、由李登辉主义、新台湾人所讲究的那种 我们都是新台湾人,无论我们是外省人、原住民还是扶老还是客家什么类的那个模糊性的边界而划分成为刚性的冷战边界。 就像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以前大家都是波兰王国的臣民。什么波兰民族?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波兰民族,我们都是波兰国王的臣民。 然后,突然我变成了普鲁士日耳曼新教徒,你变成了立陶宛天主教徒,我们四不两令。 原先我们都是布拉格的工业家,突然一眨眼之间,你变成了日耳曼人,我变成了捷克人。软边界突然变成硬边界,然后硬边界将会…… 或者说,我们原来都是北美福吉尼亚人,突然我变成了美国爱国者,你变成了忠于女王陛下的加拿大臣民。软边界变成硬边界。 这个博弈是不断进行的,并不仅限于围绕着共产主义或者是围绕着中国建构的事情。凡是需要统战的地方,都会存在着相同的博弈机制。 许家,无论他自己的主冠军如何,他就是在李登辉是在开放政权的那个时刻扮演了新台湾人的角色,然后在共产党的华人统战时期又扮演了华人的角色。 这几个新台湾人、全世界华人和台湾爱国者和中国台湾省人这几个概念,过去像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的波兰臣民一样,在李登辉时代是相互重叠的。 李登辉时代的一个新台湾人,他可以同时是华人,也可以同时是台湾爱国者,这些身份是不相通俗的,但是以后就要像是普鲁士新教徒和立陶宛天主教徒一样,壁垒分明,互不相容了。 这个过程正在你的眼前展开。黑金这个事情是早晚要退掉的,但是如果政治形势比较舒缓的话,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但是如果政治形势比较紧张,我们要注意,政治形势比较紧张是怎么造成的?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我们假定白区党有无限的资源,他们有火星人,我们要注意,从孙文和蒋介石的角度来讲,苏联就是火星人。 全中华民国都处在共产党正确指出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是相对于欧洲,哪怕是俄罗斯都是极其落后的。 他们看着俄罗斯就像太平洋群的那些土族看着美国飞行员一样,天上掉下来的,像毛泽东在延安的机场对苏联代表说的那样,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呀,手中拿着法宝,钥匙们有什么呀,你支持谁谁就能赢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呀。 有白人的支持,作为白人走狗的土族部落就肯定赢了,跟他作对的部落,无论按照土族社会的规矩来说是多么强大,都是不堪白人武装的一击的。 就是处在这种现象,假如我们可以假定以华人为期望的统战有无限的资源可以支付的话,那么全世界早晚都会变成华人。假定白区党有无限的资源,它是可以把川普变成可怜的蒋介石的。 我们也不要以为培罗西和民主党是无法收买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强大,你要收买他们需要的资源实在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敢断定为什么费拉右派会经常说奥巴马是匪别,或者说民主党是跟共产党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没有比例感,他们来自于软弱的费拉社会,被共产党征服的费拉社会,他们没有考验到收买这个事情,主要不是看总观的,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基督教无法收买,董建吴,他不就是一个红色基督教徒吗?基督教徒被收买人多次了,关键是看印的资源人多少。 董建吴可以被收买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华人教会,他的资源是不太多的。如果是洋人做成的教会,当时恐怕是是收买不动。 因为费拉社会自己出来的美华、自己建过的白区党的工作方式,而且他们是习惯给失败和白区党成功的,所以他们断定 民主党可能的经过收买,但是这实际上是由双方的资源优势决定的。